好了 个子高的人怎么打 你要知道啊 个子高个子矮的 他都有世界冠军 你咱们就想象一下 咱们先想象个子矮的运动员 咱们先别说单个和拿都不高 咱们就渡边勇大 他肯定是不高吧 哇 人家多厉害 金庭不高吧 不厉害吗 那个子高的人呢 别说了 陈龙 对吧 安塞龙 那也就是说 首先大家要明白 那个子的高低是不能影响下去 那他差在哪了呢 首先咱们模拟一个 个子高的人他的难处 他的胳膊腿特别长 那他拿点高 那是应对高球 那第一球呢 他高低重心的转换难 他左右的转宽慢 为什么慢 你腿这么 假如就我这么长吗 你看我做这个速度还可以 那我腿要再长这么多呢 我再这么转 还能有那个灵活性吗 没有 那安塞龙是 哪里突破了 他转宽啊 他应用了什么 半侧身 我说了 现在是少转身和半侧身的时代 全侧身 已经在单打中非常的少见了 在正常的海调里 从单格那个时代 单格 他不是那种个子特别高的运动员 他也不会全侧身 为什么省位置 为什么你会觉得单格右脚 一直拖在这个场地中心的圆圈里 因为他就没有全侧身 因为你全侧身是不可能 能把右脚留在圈里的 他是左手啊 那会儿就已经是个半侧身的时代了 那单格推移这么多年了 那是因为半侧身 可以把这个宽省出来 他克服了左右转宽的问题 但他依然会受制于什么 高低重心转换 体力消耗过大 他的个子越大 他需要的核心力量也越强 他一个上面球转下面 下面再起来 他腰一起来 他核心力量差 打三局 个子小的选手更有力 然后如果说呢 我跟你说个子高 他的优点是什么 比如说 缺点啊 你比如说如果我现在一米九 我在这个位置 击着球我只能抽 那作为一个一米五的选手来说呢 这个位置人家可以直接就是杀 你不用说啊 那教练人家两步就到后场了 两步到后场 但是点高啊 他给他的时间不多呀 那个子矮的还能等球在落会的 你懂吗 所以说怎么打高个子的 打他左右转宽 打他高低重心转换 多打他折反 配合一套球路 我给你们来一下 打个子高的 来 你个子也不算矮 你看兄弟们 你看我这小兄弟个 也 一米八 八四 就算是就高了 反正比我高 那一米八四太高了 可以 很高了 你看啊 先想办 你看他怎么准备嘛 呦 这么准备 那兄弟们 你就得先把他的右脚 给他换上来 停 停 回到这个动作上 他现在做了什么动作 他虽然现在顺等 但是他右宽 迈的很多 现在这个球要怎么办 现在这个动作 你看他抓推能力怎么样 你现在肯定是往左边打 是推还是勾 看他抓推能力 现在我们看 往这边走 他进攻有威胁 那就回来 回到刚才准备动作 总有破解之法 先过来 别动 我攻回来呢 哎 人回不来 看没 你先回去 整宽过来 攻回来 你看看 对吧 那我就有办法应对了呀 那第一个球 得让他宽先动啊 他宽着动了 那我下边就有针对 你就得让他宽来回 左扭右扭 左扭右扭 就是打他转宽嘛 你只要右脚在前 右脚在前 那就先压个正手 然后这边再给个这边的球 再转回来 这边再转到这边来 他就得右脚 从这里转到这里 再迈回这里 又得迈回这里 OK 他的宽就来回转 对吧 这是简单的转宽球路 啊 那个子小的就不行 他转换太快 那个子矮的你要知道 你推的觉得很平 尤其是你们打过那种个子特别小的嘛 就一米五一米六的 哇真厉害的 我跟你说 怎么打打不死 你就不明白 为什么他怎么就打不死 就磨的要命 为什么 因为你推的觉得很平 人家觉得挺高的呢 因为你个子小啊 怎么了 那你这个眼神 比试着看着我啥意思 啊 对吧 你觉得推的很平 实际上人家觉得挺高的那点 然后人家转换还灵活 你肯定打不掉他呀 你们是 你们怕高个子 其实我告诉你啊 高个子厉害的是厉害 但是针对起来也相对容易 个子矮的确实没有什么特点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弱点 你懂吗 说个子高的是优点缺点都明显 个子矮的是 优点缺点它都不明显 你们觉得个子高的恶心 我觉得个子矮的恶心 厉害的个子矮的真要命 累呀 他都不是说他对你是威胁也不大 关键是你对他威胁也没有 他能让你 他能让你也变得很普通 你知道吗 个子矮的怎么打 我都说了个子矮的 你只能是调动他 你先说你能不能直接破他房 你破他房直接搓搓了沙上网 直接速度冲穿能不能 不能人家能粘住你 那你就必须得打开点 你就必须得打开 打开打合的 利用好这种过顶球 因为他都有过顶效果 他不容易拦截 这是他的缺点 但人家跑得快的话 多跑两步就没办法了 李子佳怎么打 你把他拉过来我试试 开玩笑开玩笑 其实李子佳 他的这个打法已经在转变了 之前的李子佳呢 如果他要能打成冲击球 他手感往前有 确实针对的办法不多 因为他攻防能力都特别好 那会儿 拿全英公开赛冠军那会儿 我觉得特别有前途 只要他能把技术再细化一点 把他的动作稍微的调调 后来人家做了技术升级 但是他你要知道 他技术升完级 他现在需要时间 他的球速 架拍导致出手 他自己的节奏配速 他都要重新调 他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尤其是越成熟的运动员 他要做一些技术改变 和技术升级 他要去改变 他的整场节奏和配速 这个就比较难了 李子佳走下坡的时候 确实 可是李子佳如果不转型的话 他的上限就低 因为全弓型的打法 他的胜率就低 不能 一个成熟 一个运动员从出道走向成熟 他势必会经过 刚开始啊 刚出道的丹哥 刚出道的拿督 刚出道的陈龙 刚出道的安塞龙 咱们就想想这些 刚出道运动员的多猛 好 时过境迁 咱们看到他们在最成熟巅峰的时期 还有一上来盲目加速杀上网的吗 还有一上来疯狂进攻压制加速的吗 绝对见不到 那种顶级的高手都得明白 得先控 得先信息搜集 知道进攻付出的代价 知道得保留体力 如何做体力分布 如何做基战术的部署 他得有大局观了 因为想冲上去容易 想守住难